深更苗栗设厂第24年 台湾电子保护原件及天线产品领导厂商 加邦科技在竹南镇新建三厂 作为营运研发总部 并选定黄道吉日举办上梁典礼 2023年完工启用之后 不但将带来250个工作机会 也将进军国际拓展版图 县长徐耀昌 加邦科技董事长陈培真等 共同起量推赶 为苗栗再添科技研发动能 深更苗栗24年的加邦科技 以天线高频电感 功率电感保护原件等 四大产品线为主力 至今投资近30亿元 而作为研发行政总部大楼的竹南三厂 将成为全球总部中心 今天我们在的这个位置 竹南三厂是加邦的营运研发总部 这足以彰显 加邦一直以来主张的 我们扎根苗栗 立足台湾 但是我们放眼世界 的雄心壮志 今天特别借这个机会 我要特别特别 谢谢我们苗栗的大家长 徐县长 在这段时间来 给我们所有的支持 不论我们二厂三厂 还有班约上面所有的帮助 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 中南三厂为地下二层 地上七层建物 预计2023年完工启动 县长徐压昌感谢加邦科技 持续提供就业机会 造福地方 提升电子产业竞争力 同时更展现县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努力 再次的感谢他 来对于我们苗栗县政府 服务团队的一个肯定 也依助加邦科技公司 能够事业亨通 财源广见 然后照顾我们很多的 这个相信之外 其实他们对公益的回馈 也不予利 加邦科技落实扎根苗栗 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愿景 搭配工商处招商铁三角阵容 成为县府招商有成的力政 鼓励高附加产业 进入苗栗 打造科技观光大县